新北一队公信七旬夫妇多年前因长此要求将千万元房产过户给其名下 后来因年迈慢性病缠身 无法自行料理生活 想靠长此帮忙 竟被拒于门外 甚至坐着殴打赶人 新韩提送撤销赠予 今后法院裁准 是意图 因Gemage分享 新北一队公信七旬夫妇多年前因长此要求将千万元房产过户给其名下 后来因年迈慢性病缠身 无法自行料理生活 想靠长此帮忙 竟被拒于门外 甚至坐着殴打赶人 新韩提送撤销赠予 今后法院裁准 老妇人指控 八年前 长此已会上进孝道和抚养义务的理由 希望她把房子过户到她名下 但答应其要求后 多年来照顾梁老的都是次子 她只偶尔探望而已 去年两老因为中风气穿等慢性疾病缠身 光靠次子一人无法照顾 没想到求助 长此竟然会被拒绝 老妇气宿 次子多次联络长此 但全被长此拒接 今年更断绝关系 年夜饭也不回来吃 她和老伴气不过 登门找人理论 长此竟然三字经问候 还做事殴打赶人 她主张当初是应允长此将房产 已转到她名下 但长此是把房产登记到孙子名下 非她本意希望撤销赠予 申理时长此为出品表示意见 法院认为长此行为已构成 人诈欺数不到隔离 而妇人是今年三月请不动产 仲介公司帮忙调阅电子腾本 才发现房子登记在孙子名下 位于追溯期限 请求依法有据 因此判老夫妇胜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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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